工作表先把它复制一个新的 并且利用一个什么呢 移除重复的功能 有没有 有这个地方按右键把它复制 那这个地方可以把它记录下来 建立一个 部份 然后可以按确定 那这边的话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 移除重复资料里面也叫什么 移除重复的功能 他会根据他问你说你要移除哪一个重复 那我们就选择业务 业务就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会留下的 只有业务这几个 那实际上我要根据这几个是什么 产生我要的那个 就是 工作表 那工作表分别呢把 这几个人的资料呢 分别再把它copy贴到哪里呢 贴到他们自己的工作表上面 那这个动作呢如果说我们用那个筛选的方式来做 是OK的 可是如果今天呢 我们要换一个方法 换一个方法呢把这边 如果说我今天 不用这种方式来筛选的话 而是用资料库来筛选该怎么做 第一个 当然同样的方法 在那个 Isses怎么做 首先的话 第一个我们打开 比如说我今天呢要针对 这边要做那个 移除重复的话 那早期呢就是在那个 以资料2003的版本的时候 他没有移除重复功能 只有2007以后的版本才有 所以呢 很多同学问说 老师那如果重复的话 该怎么 让他移除重复啦 其实我教会一个方法 在SS里面呢 查询里面 假如说我今天 建立一个新的查询 把问题就放进来 如果说我今天呢只要 知道业务到底有几个 几个人的话 很简单 你直接呢把业务 放进来 就将 接下来的话 在上面有个Sigma 这边有个Sigma 你把这个合计的功能 把它点下去 点下去之后呢 底下就会自动跳出一个群组 这个群组功能就出来了 出来之后的话呢 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直接把它做一个执行 各位发现 这个地方 就会自动 跳出有几个 就会自动跳出